大到小 然後 由下往上疊起來 就像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會一起 一起 對那隻大象 鳴叫 然後那隻大象 就會嚇得屁滾尿樓 屁滾尿樓 對 這就是屎的意思 就是 這幅畫 這幅畫是真的存在的 就是 就是這個 它存在在這個叡納上 欸不是吧 是嗎 對 它存在在這個叡納上 這是 屁滾尿樓 對 跟我們講的一個神話故事 然後 就可以 它這個 寓意就是在說 合作 對客人族來說是 一種很重要的精神 然後我們在真實參與他們的生活的時候 也都真的有看到他們 就是會互相合作 然後很有趣的是 青蛙跟大象 對客人族來說 分別有不同的寓意 例如說青蛙的話 嗯 青蛙是兩棲類嘛 就是它可以在 池塘裡也可以在陸地上生活 然後 客人族就覺得說 嗯 他們很嚮往青蛙的生存方式 因為 它 青蛙可以適應環境之後 生存下來 而且青蛙沒有 攻擊性 所以對客人族來說 青蛙也是一種和平的象徵 那大象 對客人族來說 又有另外一番 很浪漫的寓意 那等一下 講到樂器的時候 會再講 然後 我們就跟著 楊雅婷家的爸爸 就一起整理他們家的農田 那時候在拔草的時候 楊雅婷家的爸爸 就分享了這段話給我們聽 就是 他就在 就是邊拔 然後邊 做他 他 就是 拔草 然後翻圖 就是他 他就邊分享他 傳統農耕的技術給我們看 然後 邊跟我們說 喔 他的小孩可能現在都不這麼做了 那這個的原因是因為 在現代化的 就是 時代下 就現在有 更有效率的 技術出現 就是除草技 然後年輕人都知道這件事 然後他們覺得除草技的使用 可能會比傳統的技術來得更快 然後經濟上也會 可能比較快有成長 但是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的團園中 就有一位家裡也是做農的同學 他就哭了 然後他就說 雖然除草技非常的方便 然後省食 又不費力 但是 那對地力的傷害是非常大的 就地的營養可能都會因為除草技的滲透 然後 就是很快的 那個 原本充滿生氣的土地 就會變成一個沒有生氣的荒地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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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算 所以就是 所以 雖然使用了這麼方便的 現代化的東西 但是 嗯 就是 天啊 發展的進入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就覺得說 那 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文化的轉變 傳統的轉變 那我們到底 面對這件事 我們應該給予什麼東西呢 也許不是我們給予MGO到底要怎麼去幫助 協助他們呢 這就是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的部分 那我們就再挑下一個部分 好 好 好 Dena 那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 大象的寓意 對克倫族來說有一種 很浪漫的意義在 那 這就跟Dena有關係 我先介紹這個傳統樂器 那這個傳統樂器的命名是來自於 克倫族的傳統戰士 叫做Dena Duccio 那聽說這個戰士在過去就是 作戰的時候 嗯 他就彈著這個樂器 然後他身旁死去的戰士都復國了 然後就 繼續跟著Dena Duccio一起作戰 然後後人就以Dena Duccio的名字 來為這個樂器命名叫做Dena 那 所以說Dena 就是對克倫族來說 有一種充滿靈性的意義 因此 他們在有人過世或是 季節到了 他們要上山伐林的時候 都不能使用這個樂器 因為他們覺得彈奏了 可能死去的事物都會復活 那除了這個意義之外 Dena還有另外用途 就是用在休閒娛樂上 可能克倫族的男性在 在做農回來之後 他們就會彈著Dena 放鬆身心 然後另外一個用途就是用來追求女生 就有點像是民歌時期的吉他的功用 對 那克倫 這也可以反映出克倫族的一個民族心 就是克倫族他們生性害羞 他們不習慣直接把感情這樣表達出來 所以他們就會用Dena 然後唱著歌 對女生唱歌 然後表達他們的心意 那Dena的樣子 讓大家聽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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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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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騎勞 他就是用Dana 在唱著一個類似詩歌 的 克倫族的東西叫做塔 那塔在克倫族 之中都是充滿意 就是寓意的 那曾經我們在Cricky部落 就有聽到村長分享一個塔的故事 是在描述克倫族的愛情 那 這個故事就是有關於 養象人跟 大象的 之間的故事 這故事就是在說 當大象碰到了第一位 就是養他的主人 那他從此之後都只會相信那個主人 然後村長就說呢 克倫族的男生 如果唱這首歌 給女生聽的話 代表說他想要和那個女生之間的感情 就像這個故事所描述的養象人跟大象之間的感情 就是 如果我認定你了就一輩子是你的 的感覺 沒錯 所以大象在克倫族裡面其實是 一個忠誠的一個象徵 然後他還有就是村長還有分享到 如果那個男生喜歡女生的話 他們也會就是三不五十就到人家家裡去 那這張圖其實很不好意思 因為那天爸爸帶著 拿著蠟燭我們進去之後 就是這群男生 他其實喜歡我們家的一個女生 所以他們是去 拜見父母的 結果殊不知我們亂入 我們就在那邊喝酒然後訪問 打破了他們原本的計畫 對這是我剛剛又想分享的一個小故事這樣子 好 對然後呢 如果男生他們要告白的話 他們也是談那個給那個女生聽 然後那個女生他就會知道說 這個男生喜歡他 那這時候女生要怎麼辦呢 要回禮嗎 還是什麼 對這時候就是要回禮 如果你喜歡那個男生的話 就送織布給他好了 對在織布 在對克倫族來說 這種傳統的衣服的話 就是他們女生都非常需要 學會的一個技能 就是你們看到這個 好你們看到那上面的圖騰 這邊基本上呢 每個女生她們會依照自己村莊的不同 而學了不同的圖騰 然後這個圖騰的都是來自於 她們 都是 這邊是 的圖騰就是啟動一個村莊的圖騰 然後這些圖騰就是 那個女生可能會依照她們 自己生活環境有什麼啊 然後特別去想像中 想像出這個圖騰可能代表著太陽啊 代表的雲啊 然後如果圖騰越漂亮就代表 這女生織布的能力越厲害 那這織布能力越厲害 就是其實她以後架過去的話 第一人聽 就是人家會覺得 哇這個女生很賢惠這樣子 然後就會想 就是男生會把布拿給媽媽看 然後媽媽覺得 喔這女生織布真的不錯 好可以取進來 就這樣 嗯不是是把男生架過去 對不一樣喔 好然後這個是在 就是在Cricky的奶奶 然後她的圖騰也跟這部一樣 不好意思 叫我的自拍照 所以你們就看一下 好那這就是圖騰的意思 然後這個圖騰要在什麼時候選呢 就是女生只要生理期一來之後 然後那個媽媽就會開始教女生織布 對好然後接下來呢 對然後女生學織布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你們看到這個女生 她身上穿的是長長的白色的衣服 那這個 克魯語叫做Chimua 然後嗯 如果知道良促節的人 只要跟泰緬邊境認識的人 會知道Chimua其實也是 後來有一個台灣女士 她有去創辦立一個 叫Chimua的手指挺工法 對然後等一下也會介紹到她 那我們先講這個 這個的話呢 女生你們看到女生 她們一開始織自己的衣服的時候 都是織長的 但是因為她們還沒有嫁出去 所以她們的布料都是佛自己 就是她們都是給自己穿的 所以她們就可以把衣服是 整個一體成型的 然後這個呢 白色也是代表克魯族女生純潔相 嗯 純潔 純淨 純真 然後呢 可是 但她只要一嫁出去了 她只要嫁出去了 她們的衣服 希望你們也看得出來 就會剩半截式的 就是我剛才第一張圖 因為呢 她們就會開始要 嗯 把那些布 就是先織給小孩 然後小完 小孩織完之後 再織一個布給老公 就是像Pibriyu身上 穿的這一件 然後最後才弄到 弄給自己穿 所以那時候她們的布就會補夠 所以她們只能織一半的 然後Pibriyu身上 也是穿傳統的克倫族服飾 那很特別的是傳統克倫族服飾 你可以觀察到 基本上她們都沒有口袋的設計 這是在象徵的克倫族這個民族 是清清白白的 是不會偷藏東西的 沒有沒有沒有 是真的 是真的 我剛剛所有演講內容 都是來自於 她們的那個 我的傳 轉述而已 對 就是我們真的去採集到她們說 沒有口袋 是因為要想著她們清清白白的意思 那看完了這麼多文化之後呢 我們就來談談 因為剛才都在講 食衣住行育熱嘛 什麼追女孩子 你們其實也都學到了 那我們就來談談 我們平常在那裡的民生環境 在那裡的道路 我們先來看一張圖 這張是在太緬邊境的圖 老師為了就是 體諒學生們路途遙遠 所以自願坐在那裡 然後我們其實有事的要跟他說 就是縱使長安他們不要那就算了 然後呢 對 這是一開始他們兩個還很開心 坐在那邊喔 然後聊天喝 然後打 算了 然後 可是到後來呢 你們發現 路怎麼越走越顛破 越走越顛破 然後沒有國遊路了 然後就變成那種泥泥小路 但這個泥泥小路呢 我們來看看車上人的反應 只是兩隻腳了 就是人都不見 都倒在裡面了 因為對他們來說 這路真的是 你要想六個小時 然後從柏油路變到這裡 那個路程已經夠遠了 然後這樣路這麼天坡 所以他們後來其實是非常不舒服的狀態 包括我們自己後來在Cricky坐車的時候 明明是短短10分鐘的路程 可是那個整個是這樣 哇哇哇哇這樣晃的 好 對 然後這個就是當地進到Cricky 剛才是進入Cricky的對外連接的道路 就是進到Cricky 通常會有人在這裡划刀啊 然後呢這個是我們去農田的路 然後這是那天 因為他們就覺得 如果帶著我們幾個去農田 然後又走路 我們要走整整一個小時 他們就都不用做事了 所以才 我們才得以坐車去 因為我們會被人家累贅 所以我們就可以坐車 然後我們在坐車的路上 就是可以帶著村民 所以如果村民平常沒有車的話 他們都得走半小時到一小時到村莊去 去農村 農田工作 其實那個路是非常的顛苦 然後蠻辛苦的 好 然後除了道路之外 另外一個名稱 我們想要分享的是店 因為其實我們在Cricky的每一天 那是因為我是開閃光燈在拍這張照片 所以你們才看得到人 如果沒有閃光燈 你們就看不到人了 因為我們常常就只有那根蠟燭 就是照亮著整個家庭 比較有錢的像是村長家 他們還有那種那個馬達發電的 然後接電 然後可以有一點點燈光 可是只要一動一下 喔 又變暗了呢 然後就又在暗裡中摸黑討論 就是其實是基本上 我們才在那邊短短四天 可是我們每天都是沒有電的 晚上都是沒有電的情況下 那我們看到的這些 我們會覺得說 電跟道路在台灣 或者是對於其他泰國人來說 不是應該只是很基本的民生物資 或者是我們應該所要擁有的權利嗎 可是為什麼他們這邊 卻沒有辦法給予他們這些東西 政府為什麼沒有辦法給予他們這些東西 然後除了就是也是因為沒有電 沒有道路的那個方便性 結果就是對他們來說 教育其實也因此受限 除了本來就是失之不夠 為什麼他們會失之不夠呢 因為你們剛才看到那個路其實是非常顛破 然後晚上沒有電 很多那個泰國 泰國政府派那個老師去 這個村莊 大概三個月後吧 那老師就消失了 他可能會接著要去三下開教師會議 就是因為實在受不了這個村莊 可能就沒有電 然後路又那麼顛破 然後就逃走了 這真是很不合理 對 然後因為老師這樣一次又一次的逃走 也會讓學生覺得說 反正老師都沒有要教我們了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麼認真學習呢 那這其實也間接的造成了 學生對於學習這件事沒有任何的期待性 反正老師都不在了我學什麼 然後還有這是 那是在小學的部分 因為PBCAP其實有提供 那個是那個小學教育在Pretty部落 可是到小學之後的國中高中大學 你都是沒有辦法在這個部落獲取到資源的 那像我們家的妹妹 就是這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女孩子 她為了想要就是去 她的妹妹要去念書 她就要先走六個小時的路到搭車處 不是到學校是到搭車處 然後搭到車之後 她還要再坐很久很久的車到學校 然後這是比較高中教育是這樣 然後像她這個妹妹是高中 但她未來還在想要不要讀大學 因為她現在守教育 基本上她是來自三個泰國地方的援助 一個好像是曼谷然後郎邦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好像是卡塔亞吧 我忘記了 就是她其實是要受到非常非常多的捐助 才能去學校上課 所以教育對她們來說其實並不是那種非常好取得的資源 Dus 這邊 很重要 但是 哪裡